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同志们大家好 欢迎准备收看今天的 稳超胜券节目 上个礼拜五我相信这个大盘 大涨了240点 当然今天的话是延续 上个礼拜的一个涨势 所以说今天成交量的话 虽然说只有3100亿 但是这个大盘走得还是不错 收盘的话再创波段的一个新高 这个地方周KD 上个礼拜跟你谈到 所谓的两红夹一黑 这个礼拜的话周KD 今天是礼拜一 礼拜二礼拜三一直到礼拜五 我认为这边的话 还是会持续往上涨 所以说严老师的看法上面 并没有任何完全的一个改变 现在投资人觉得说 这个大盘难做的原因就是说 有些股票 你没有在低档去布局 你反而怎么样 在涨的时候去做出个追价 这个地方其实短线上面 可能会震荡整理 就像今天的一个大盘 上下震荡的200点 那严老师还是要提醒大家 未来的行情还是会大涨 你这个礼拜你不布局的话 等到下个礼拜 这个大盘来到主身段 来到谁都忘记的一个效益 再加上未来这个年底要做仗 还有圆月行情 一旦启动的话 这个大盘会长到让你不敢想象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 必须要把握一个先机 但是我这边操作的节奏 我还是要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手中的一个持股 最后不要超过三档 这三档的话都是精挑细血的 你才去做出一个买进 或卖出的一个动作 那持股集中其实有个好处 那些就是三档嘛 对不对 也不需要看一大堆股票 但是这三档股票的话 你要稍微的要想清楚 它是什么样的题材 它业绩有没有成长 它在未来的盘势里面 有没有所谓的忘记的一个效益 我相信这个都是影响 你在这个第四季 到底有法度赚得比别人多 这个很重要 如果说你在第四季忘记效益 你还是赚不到钱的 我认为这个地方问题会很大 问题会很大 因为大盘现在就是走多头嘛 你赚得比较多跟赚得比较少 其实都是赚 但是我们再把它做出个差异化 赚得多的人刚呼后 赚少的人我跟妳讲 他就是顺着盘式在做嘛 至少也看对方向嘛 那台股现在有利多消息 今天的话有碰到两万三 那未来还是会站上两万三 持续的往上走 这个看法上面我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我这边还是要先呼吁一下 这个卷空单目前为止有30万张 如果说未来慢慢的慢慢的增加到35万张的话 那这些放空的这些投资人你要小心 尤其是这个礼拜三 外资要结算嘛 对不对 这个台子期要结算嘛 你认为这是一个利多吗 好像是利多 老师外资加码空单 外资这个空单是避险的空单 不是很纯的空单你知道吗 他这边告诉你台股仍然是持续 一个多头的架构 这个老师绝对是认同 未来还有所谓的全职股的一个法术会的行情 包含台湾美国超级财报季 超级财报季这要开始了 那台积电这一季冲了一个三个的一个新高 也营收的部分创高 新台币营收 对不对 单季的一个获利再创高 还有所谓的美股的一个权益也是再创高 所以说今天的台积电 你看起来不是很强 对不对 看起来不是很强 对不对 收在平盘 这个未来开始 对不对 补量的话它就直接冲上去 你未来看的台积电不是1100 也不是1200 也不是外资讲的1500 你慢慢看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拉回的时候 去布局的投资人 这个台积电未来会涨很多 你也不需要去卖它 当然这个产业消息还是要告诉你 这个碳费即将要征收了 对于台湾的话有六个产业 它的毛利率的话应该会受到影响 那我当然要提出我的看法 对不对 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 现在每一天大概都在震荡 都在洗盘 但是有在诱空 震荡洗盘200点 融资可能会缓步的减少 但是融券的部分 今天算了一下有30万张以上 那未来的话可能是32 33到35 35的话我认为 这边可能会进水的嘎空 你自己要注意一下 那当然这个最近很多人跟你老师反映 老师我看你节目看很久了 我说是啊 节目的话就是在 对不对 在播放嘛 我们在讲解行情嘛 你就持续的观察 但是我这边还是要讲一下 本节目说谈到一些股票 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一个追加的动作 这样子可以啦 老师三生五令 那你说细光子 对不对 来今天的联军 掌停板 有哈 有没有再创破断新高 也有啦 伺服器上个礼拜跟你讲的 违影 有没有 底部开始起涨了 今天也开始 对不对 开始上涨了 开始上涨了 那至于说你喜欢做散热的 对不对 今天的起红突破啦 今天的起红突破啦 双红也不错啊 股价再创破断新高 这个都在节目里面提醒你的 提醒你的 希望说你能够赚得到钱 3081的联雅 来今天已经到了多少 380 我跟你讲说 未来会被挑战400块 那你就慢慢看 那我们今天的话 我们会员手中 有一张股票掌停板 好不好 我们拿出来跟大家验证一下 来这支啦 来这支啦 银帽 做光电的 两级会员 普通会员跟单股会员 按照我们简讯超出就可以了 我相信我在节目里面讲的 我的会员 对不对 普通会员跟单股会员 也在看节目嘛 你们手中今天 有没有收到这种简讯 应该有啦 你就按照老师纪律来操作 至于说你不是 颜老师会员 你看电视就好 因为这个掌停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我说过了很多好的股票 目前为止正在发动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要掌握一个契机 比如说礼拜五这张股票 为什么我不公布 很简单嘛 很简单 我怕你抄袭 这是新的股票 你都可以怎么样 站在买方 因为这个股票是从底部开始喷的 对不对 包含今天嘛 今天还有拉回的一个机会 还有拉回对不对 拉回你一样站在买方嘛 这股票一样上去嘛 是不是 未来都会涨 未来都会涨 我这张股票讲很久了 做光电的 光电 光电有没有行情 涨上去就有行情嘛 掉下来就没有行情嘛 我在创新高的时候 我跟你讲你可以先卖一趟 这个地方等拉回 有没有 拉回 今天是不是亮灯 涨停板 你这个时候你还很怕嘛 因为老实在这涨停板 没有锁住 这个掉下来 掉下来 好 你股票掉下来你会不会紧张 当然会嘛 但是你要做出正确的解读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认为涨停板锁起来叫好 掉下来叫不好 你可能就卖出去了 9月27号的简讯 来 同一天的 我没有叫你卖 今天 今天你看到的 我们这张股票还是一样直股虚报 我认为有些股票做长一点 做得更好 这边有这么多根涨停板 我也不知道你赚了几根 你有赚的话老师就恭喜你 好不好 我们今天一样把简讯 跟大家公开一下 我认为这个操作的部分 一定要有简讯 来 今天的简讯 今天是10月14号 两级会员 包含我们的普通会员 跟单股会员 早上的11点16分 应该都有接到简讯 那这张股票几率操作就可以了 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合作 股票操作一定要按照 严老师的简讯 我简讯跟你讲 要持股虚报你就报 如果要卖出的话 你就去做出个活力了结的动作 所以说这个简讯 我在我们运通产业台公布给大家看 大家看了一定很满意 为什么 因为老师真的有发 你是给老师普通会员的 还是说你是单股会员的 今天这张股票应该都有收到简讯 那有些股票老师都是很提早的告诉大家 非常早的告诉大家 比如说这张股票 398的杨诚 杨诚 杨诚告诉你 为什么要告诉你 因为它未来会涨 所以要提早告诉你 如果一个股票没有涨 那我觉得我在节目里面讲 意义不大 这档股票你看一下 1到9月份的营收都不是很好 突然之间到9月份的营收 暴增 暴增多少 月增多少 百分之147 代表怎么样 代表这个股票进入到旺季 有转机了 有转机 所以这种股票的话 你要特别小心 它不动则已 它一动的话 对不对 就会跟电脑萤幕一样 它不止涨停板 还锁了多少千 还锁了9千多张 找牌在这个地方 其实都可以站在买方 有没有 都可以买 买了以后你卖在这边也可以 你卖在这边也可以 应该都是赚钱的 你看这个股票我讲的时候 没有人要怎么样 没有人要做 成交量很小 五千张而已 这一天成交量就开始变大了 到九千张 这边我就跟你讲 我专案会员在做 有没有 专案 无人 来 这边专案会员也都还在 到这边我就不讲了 因为简讯开始保密 保密 好那到今天 我相信这个股票你要赚钱 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 只要你敢买 只要你敢买 但是你买10张 跟买100张这个差别很大 买10张的人 可能赚得比较少 买100张的人 可能赚得比较多 那个简讯给你看都没关系 这9月11号的简讯 9月11号的简讯 空翻多讯号 我在我简讯里面 也是告诉我的会员 空翻多的序号 你就按照老子的简讯来操作 这个很简单 至于说308的联影 我每天讲 我每天讲 我不是叫你去买 我是叫你来验证 验证什么 分盘交易吗 不是 分盘未来的股价 会不会到400块 这些空单会不会被嘎死 100多块钱来找我的 我也没跟你讲 你放空赶快回补 他说老师好险 我补再200块 200块你没有补 股价到300 350 380 可能我们下次在弹的时候就要到400 老师有可能 你有说吗 我确定我有说 来 你看这 100到200 200到300 300会不会挑战400 有没有 我记得在这边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有没有 348 会不会到400 今天多少 今天380 一样好不好 给你写起来 会不会到400 打个问号 拭目以待 我每天有没有跟你验证 当然有 我相信你看节目的权力不是看一天不是看两天 对不对 我们再往前好了 潜伏底 底部重压 拭目以待 转机题材 有没有 100到200 大家吓死了 200到300 大家不敢买 老师400块钱会不会到 一直在问 我认为会 你认为会吗 不见得 对不对 今天来提醒你 创新高 未来会不会到400 今天一样提醒你 380 未来挑战400 会不会成功 大家慢慢看 没有关系 我知道你们应该最新都很害怕 因为你们比较会做的行情就是每天涨 只要大盘每天涨 你们就赚得到钱 那如果大盘进入到整理 还是进入到拉回 我跟你讲 一般投资人 百分之99都不会做 而且很多的投资人缺乏这个耐心 我就还是要讲一下 如果说你是成功的交易者 你就要去克服恐惧跟贪婪 这个很重要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我跟你讲 你赚的钱很容易怎么样 你又输回去 我举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叫新华对不对 在涨的时候 我跟你讲 能够赚得到钱的人不多 因为这股票本来就是会整理 这边也会拉回 这边拉回幅度更大 那老师你的见头为什么还是往上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是不是 你们一直认为说老师这个涨太多 这起太多了 这敢不起 今天又证明了 他就是会涨 他就是会涨 他未来他会告诉你 股票有没有转机 业绩有没有成长 有没有什么接到大订单 由他来告诉你 你看 我跟你讲没有用 因为你都是认为说老师这个涨太多了 这个好恐怖 这涨太多了 那今天还在涨 你今天去买冲掉 你还是赚钱 所以有很多的一些观念 这个地方必须要跟大家沟通一下 股票不是说涨多跟涨少的一个原因 是说它会不会涨 这个很重要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老师今天在我们一通财经台 我相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非常好的一个idea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下一档的一个标股 好不好 而且全部都是由涨老师亲自通知 但是我一年就开放今天 今天你打电话进来的 有完成登记的话 下一档标股 涨老师亲自通知 发动点的话就在明天早上 9点5分 如果说这期股票要发动的 那今天打电话进来的 有完成登记的 全部都是由涨老师亲自通知 这样子可以 来 辛华今天又亮灯掌听板 联雅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阳城有利多消息 来 今天再度的拉到掌听板 会员手中的一个银帽 按照简讯操作即可 你有赚到了老师恭喜你 你有赚到了老师恭喜你 下一档标股全新的 好不好 先完成登记 如果说你要扫描QR Code的 来 赶快扫描 用手机扫描留下姓名联络方式 就可以了 我们最新的一些标股的资讯都在里面 下一档标股请大家来电登记 明天这档标股 早上9点5分 颜老师亲自通知 今天开放前面100位打电话进来的人 打电话进来 留下姓名联络方式 明天的标股我们直接验证 请大家共襄盛举 机会难得 好好把握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文明头库 颜分级师 擅长七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投 接近拜访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待进保证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计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住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顾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 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迟动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缓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警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台股这个第四季的话 这个有机会由这个电子股 来做出一个领导的一个位置 为什么是电子股 来看到这边 来 今天的一个电子股再创波段新高 这个跟大盘的走势完全是一样 完全是一样 未来大盘进入到本周对不对 这边已经突破了 突破了 那未来的话会直接喷上去 我相信的话 你今天如果说你有在做笔记的话 你未来可能有机会验证 但是能不能赚得到钱 这个要取决说你挑选股票的一个功力 如果说你还是在用看的 我不认为说你真的能够赚得到钱 不要说等这个行情 某一天大涨个300点 大涨个500点开始嘎空了 你才会觉得说 老师这个大盘好像在动了 那现在还没有动 可能你都还有机会上车 那你这个时候你不上车 你偏偏要等动的时候 你才去上车 那不是很可惜吗 连光通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这个现行很漂亮 都是水格亮说 整理好了以后 连光通就上去了 还跟你讲你不要追 那老师不要追 那要怎么做 等拉回 等拉回 连云也是一样 小支的比较会长 这个多头走势成立 你看任何的拉回都是买点 而且这种小支的 这种拉法真的 真要求 他就是不让你买 你看 早上一开盘都没事 对不对 这边就有人就发动他 大概8000张就拉上去了 这个灵光也是一样 我相信这档股票 赚到钱的人很多 因为这个股票 只要你买下去就每天涨 买下去就每天涨 这个比较好做 这个比较适合散户 知道吗 耍活你做 但是有些股票 你还是要依靠这个专业 比如说像城企也是这样子 他有转机有拉货 你没有布局就是要等拉回 现在还在涨 我不认为像这种显卡 第四季行情就结束了 我认为你买的比较早的 你赚的比较多 你现在要买的话就要等拉回 我们有做就是有做 对不对 光通讯的话我跟你讲 这很多人说要看这一支 要看哪一支 要看联军 对不对 要看什么 我看觉得是看这一支比较蠢 因为这个叫领导品牌 你知道吗 领导品牌 光通讯 这个线形很漂亮 涨完了没有 我认为还没有 最近新的股票也有 这边之前没有打开给你看 今天打开给你看 这种叫做突破的形态 2449的金元店 今天有没有看到 今天集合进价 2000多张在买 今天一样再上波段新高 这个好像涨不多 对不对 未来会不会涨 我们一样拭目以待 对不对 我们就慢慢看 千万不要追 好不好 千万不要看电视 在操作股票 千万不要 好不好 我们只是跟大家验证说 技术分析里面 突破以后再创高 业绩会不会成长 未来会不会有大物中食物均买 我们慢慢拭目以待 好不好 那当然买股票要买强的 买股票要买会涨的 那明天的标股 有言老师我亲自通知 本能亲自通知 这个叫做新华 拉回找买点 今天一样亮灯涨定板 这个叫3081的联雅 股价从100 200 300 未来准备挑战400块 会不会过 拭目以待 这是今天的阳城 业绩大成长 股价持续飙涨 要卖随时可以卖 卖掉以后一样是赚钱 这是我们会员手中的营帽 好不好 按照简讯近地操作就可以了 还没有扫描QR Code 来赶快扫描 扫描成功留下姓名联络方式 要参与下一档标股的一个操作 要共襄盛举的 今天把机会直接开放给你 今天前面100位 直接打电话进来的 留下姓名联络的方式 下一档标股 明天早上9点5分 我们直接来验证 由严老师亲自通知 今天电话拨通完成登记 我们明天标股直接验证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神圣词 我是你老婆 大盤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洞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待尽保证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铸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轮月头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迷失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三步骤吗 我记得哦 趴下 掩护 稳住 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 这时要带着避难包 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 说到避难 全民防灾一点通 或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可以成功